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着一个发生在七年前的案件 而且描述的栩栩如生 说一个男子非常残忍的杀了人 但是七年的时间 警方就是迟迟不对在动手 那么到底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照常 2003年4月15日 广东省陆峰市 龙山中学校园内家属楼里 发生了一起案件 龙山中学副校长兼保卫股长林群生 发现他的老婆呢 被人杀死在房间里面 身上挣了好多刀 是谁过多死亡 这个客厅 主播房厨房都有血迹 凶手作案的手段呢 也是很凶长 死者名叫陈立格 37岁 他的丈夫是当地龙山中学 保卫股的股长林群生 对妻子的死 林群生表现得非常悲痛 他说真的很后悔 当天出门时 都没来得及和妻子打个招呼 没想到 那竟成了他和妻子的永别 经过现场勘察 警方发现 屋内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在现场还发现了一把菜刀 经过检验 这把刀就是作案工具 那么这是不是一切 入室抢劫杀人案 警方很快就推翻了这种可能 排除是勤财案件 因为他对屋里的财物 没有拿走什么东西 现场没有破门而入的痕迹 他自己家里有人在吵架 那开始林群生出来眼台看了一下 以为是林群生跟他老婆在家里吵架 就没有去多理他 既然吵架就说明陈立格和对方是认识的 一大早在家里吵架 最大的可能就是夫妻之间 难道嫌疑人就是死者的丈夫林群生吗 经过法医推断 案发时间应该是在上午的八点左右 可林群生说出事时他已经在学校了 好几位教师都证明案发当天 林群生确实是七点到校了 而且一上午都在学校 根本就没有回国家 这样看来林群生是没有作案实践的 此时技术人员从那把留在现场的菜刀上 提取到了一枚清晰的指纹 指纹显示 凶手右手拇指上有一个伤疤 而林群生的手上没有伤疤 看来嫌疑人应该不是林群生 而且通过进一步的现场勘察 警方还提取到了另一个人的血迹 这个血迹很可能是嫌疑人作案时受伤留下的 血液比对也显示那不是林群生的 既然在现场上能够提取到了嫌疑人的DNA和指纹 我们对这个案子是充满信心的 如此看来林群生的嫌疑似乎可以排除了 那么究竟是谁杀害了他的妻子呢 就在这时警方发现现场并不是一点东西都没有丢 但丢失的东西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从现场留下的作案工具指纹和血迹这些迹象看来 凶手应该是没有经过精心策划 否则不会留下这么多的痕迹 而他拿走林群生的衣服很可能是为了掩盖行凶时身上被喷溅的血迹 如果不是预谋抢劫杀人 那么凶手的动机又是什么 案发时间是在上午的八点左右 学校附近的人员应该比较多 会不会有人看到嫌疑人呢 警方立即在学校和周围展开了调查 果然一个在学校门口的三轮车夫向警方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 半天早上八点多钟 有一位学生模样的人准备坐他车的时候 他感觉这个这个人呢 好奇怪 有点形色有点方丈 就穿的衣服不像 不像他自己穿的 就像大人穿的一样 但是这个人就是应该是一个凶手 是年龄接班在18岁左右的人 可是嫌疑人的长相三轮车夫 怎么回忆也回忆不起来了 不过如果杀人者是一个学生模样的人 那么案件的发生 则很可能和死者的丈夫林群生的工作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说他在把位谷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了为了维持学校的教学次序 自然状况 跟学校的比较调皮的学生 或者社会上经常来学校 捣乱啊 来学校呢 找一些学生啊 接成小班派什么的 这些人产生了矛盾 林群生也说 妻子被害很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工作中得罪了什么人而遭到了报复 因为我当时当保育股长啊 当时有龙山师傅啊 有四大金刚十八罗汉啊 都不是很安宁的 这周边环境非常复杂 林群生说 当时的龙山中学算是陆丰市最好的高中之一 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因为学校的位置处在老城区里 周围居住的人员很复杂 再加上学校当时管理方面比较混乱 基本上是无序管理 这个社会人员进入学校的向上非常多 甚至打老师打学生 林群生说 他担任学校的保卫股长后 禁止了那些社会上的不良人员入校 对原来学校里的一些小帮派也进行了清查 肯定是得罪了不少人 而三轮车夫的话 似乎也能印证杀人的是一个青少年 于是警方加大了对这一情况的侦查力度 对他有意见的 有言言说要报复他的 这些人他有提供给我们 我们自己也摩擦了一些 但是我们都进行了足够的排查 后面都发生他们没有作案的事件 如果不是学校外面的人干的 那么会不会就是学校中的学生呢 既然已经有了遗留在现场的血迹和指纹 那么要在一个学校里找到凶手 应该是不困难的 于是警方把侦查的重点转移到了学生身上 调查当天上课的时候 有多少个班 有多少个学生是迟到找会 旷课 学生名单 那是没了 尽管警方对学生进行了大规模的排查 但是仍然没有察觉出哪个学生有嫌疑 甚至连一个手上有伤的孩子都没有发现 案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几个星期过去了 案件仍然没有进展 而此时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一些传言 后面案子一直没破 那大家这个疑心就加重了 这个传言就多 当时不是谣言士气 说他是他杀的 说他租人租松杀的 就说林青森是在外面 有女人给他老婆发现了 感情破裂 有可能是他们的顾兄把他杀掉 对此林群生解释说 那些传言都是毫无根据的 自己和妻子的关系一直都很好 当心非常好 他只是说有一些小孩的事情 或者什么样 两口是有时候这个这个 吵吵嘴 都非常正常的事情 林群生周围的人也反映 没有发现林群生和妻子 有很大的矛盾 他应该不会杀人 因为我们不相信 因为我们也跟他有相似过 绝对 绝对不让他杀人 对此警方也做了大量的调查 但是传闻的内容都没有被证实 顾兄杀人 他是因为感情破裂 杀人这方面 我们是大量工作后 我们是觉得 这个政绩不足 几个月过去了 案件还没有任何进展 警方只好把他暂时放下 这起案子成了一起未破的悬案 案件未破 船门中的嫌疑人 却当上了校长 指责声 一直不断 警方为何迟迟没有对嫌疑人动手 辞着丈夫的一举一动 是否在掩饰着什么 七年未破的悬案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这起发生在学校里的案件 在陆丰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但是七年的事件 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最终浮出水面 因为没有答案 所以各种各样的传闻不断 而且七年足以让事件当中的很多人 发生很多的变化 那么案件的真相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大白于天下呢 案子没有进展 但林群生的职位 却有了不小的变化 在失去妻子两年之后 他当上了龙山中学的校长 还获得了广东省劳动模范 全国十家校长等大量的荣誉 但是 每当他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 都会有人给公安局报信 因为这个案子的真凶没有抓到 所以人家这种怀疑呢 就认为你这个校长 如果是真的 是顾雄把他妻子杀死的话 那你说这个邪秀 怎么样 还能够做得多 我们陆丰的上委的所有的领导 他们的手机上都会出现了 这个杀妻祥义人 林群生 静人 评为十大高中校长 其实 当地警方也没有忘记这个案子 他们也在不时的观察着林群生 他真的就是雇凶杀人的主谋吗 我们在没换出场 我们也 他也是一个想人之 我就是拼命工作 这个是 还是 还有一部分是出于想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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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痛的事情 伤痛的事情 把它尽量能够忘掉 但是是忘不掉的 一停下来就响了 是吧 特别是一静下来的时候 警方发现 林群生这几年 一直在努力的工作着 还把龙山中学 变成了当地最好的中学 难道 这只是一种假象吗 警方还发现 林群生时常会一个人跑到野外 给老婆烧纸 可林群生妻子的家人却说 林群生这是在赎罪 林群生的努力工作和痛苦 究竟是发自内心 还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嫌疑 故意做出的 陆丰市公安局的民警 在观察林群生的同时 也在搜集着 其他和这起案子有关的消息 但是没有证据 什么证据都没有 尽管这个案子一直没有破 但是警方还是存有一线希望 因为在案发现场 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血迹 而这个血迹被采集检验后 就进入了DNA的数据库 2006年 全国的DNA数据库进行了联网 这就意味着 只要是犯罪嫌疑人第二次作案 并且在现场留下了DNA的痕迹 无论他在全国的哪个地方作案 都可以通过DNA的比对找到他 那么DNA数据库的联网 对陆丰这个案件的侦破 到底能有多大的帮助 2010年深圳市公安局DNA数据库检测室的行侦技术人员 正在对一批DNA数据进行比对 突然一个结果让他们的眼前一亮 笔动来就显示和那个03年4月15号的一个成立有格费杀案 一个现场的血迹 比对 就是确定了就是现场的血迹 是陈森所留 这就是陈森25岁 广东陆丰人 这个人难道真的就是当年龙山中学案件的嫌疑人吗 他怎么会出现在警方的DNA数据库里呢 原来深圳市保安区唐委派出所 办理了一起涉嫌抢夺的案件 很快警方就抓到了抢包人陈森 不久陈森因涉嫌抢夺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因此他的血样被采集到了深圳市公安局DNA数据库里 如果这个结果没错的话 那么当年龙山中学的案子就应该是他做的 最后警方经过核实 确定这个结果没有错误 这个消息传回了陈丰市公安局 听到的消息民警们都非常激动 我们那时候比较震撼 也比较高兴 警方立即查清了陈森的情况 陈森是陆丰市南潭证人 在中考的时候考不上中学 最后就以读操编的身份来读我们龙山 很快陈森被带回了陆丰市公安局接受训问 经过审讯 陈森承认就是他在2003年杀害了林群生的妻子 DNA技术终于找出了真凶 他竟然就是林群生当年的学生 可他和死者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仇恨 当时我拉上了我心里特别痛苦 而警方当年的调查 为什么没有将他发现 七年未破的学案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就是参与了这个案件的DNA的比对 并且最终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深圳市公安局的杜州警官 杜警官 您的身份是一个法医 是吧 您能不能用最通俗的语言 给我们说一下这个DNA比对技术 到底是个什么技术 DNA这个技术最早是英国警方 把它应用于这个案件的侦破当中 DNA技术就是通过现场 人体遗留在现场的生物物证 烟头 血迹 金斑 比如说遗留在现场的一些个人的物品 通过上面的检验能够认定 这个物证就是按法遗留的 进行统一认定 你看现在的骨骼 牙齿都可以做DNA 还有脱了细胞 头皮 都可以 这样形式案件当中 比方说哪些案件可能会用到它 比如我们简单说吧 在凶杀案的现场 凶杀案现场你可以通过DNA检验 可以来确认认定案犯 为什么呢 案犯它可能受了伤 在现场也有血 在强奸杀人案里面 它现场也有金斑 同时我们可以确认凶器 因为根据凶器上做DNA的血迹 DNA检验可以确认凶器 同时它不仅是刑事案件 对于民事案件 比如说移民 婚姻诉讼 纠纷 还有一些亲自鉴定 涉及到人口管理等等这些领域 还有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也会知道 交通事故 它赚车辆的认定 还有一些交通事故 它死者所谓之名尸体 需要确认它的身份 同时还有灾难性的 重大的特大的灾难性的事故 确认死者的身份 通过DNA的侵权鉴定 确认死者身份 还有一个契机 就这几年官部 在做打拐专项行动的时候 然后把孩子的信息 和家里面 有走失孩子的父母的 DNA信息的采集 这次做得非常的出色 对 我们DNA打拐库建立以来 都已经有比对上了 600多名被拐儿童 杜警官 我是曾经看到过 那样一种说法 说既然DNA能够发挥 那么大的作用 说为什么我们不现在就开始 用这种方法来建立 只要是有新生婴儿出生 就采集它DNA 这不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库 这样比对起来 不就会非常方便吗 这个也是一个很理想的一种 一种想法和说法 但根据国情来说 我们国家现在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因为DNA的 它的检验成本非常高 但是它这个DNA 它主要强调的是 DNA数据库里的 对高位人群的覆盖 今年陈森市公安局在出台的一个 关于这个信息采集的规定 对于所有入监所的人员 也就是刑居的 刑事犯罪的 治安拘留的 适用教育的 所有的这个入监所的人员 都要采集DNA样本 这就是完全覆盖了高位人群 那么陈森和林群生的妻子之间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深仇大恨呢 原来2001年 陈森花钱进入了龙山中学 那一年他只有16岁 可是因为是超边生 按照学校当时的规定 他是没有宿舍的 为了宿舍的是 陈森多次找当时负责此事的林群生 但是刚开始林群生并没有同意 一直到开学后一周多 在陈森多次要求下 他的宿舍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但是陈森觉得自己当时受了气 2003年4月15日那天 陈森在学校的小卖部里 偶尔遇到了林群生的妻子 此时的他又想起了找宿舍的事 就感觉很默 自己那时候就不知道会怎么会 常常那里打我们的前往 就感觉有点莫名其妙的 于是陈森上前和林群生的妻子 又说起了宿舍的这件事 林群生的妻子让陈森到家里来谈 谁知道却是引狼入室 在林群生家 双方引言语不合吵了起来 恼羞成怒的陈森失去了控制 打局后他就一时就兴趣 就这样残忍的把林群生的妻子杀害 像在光光激光说有八十一刀 我自己都不知道 那在提审的时候 我为什么吓了一跳 我自己不知道 杀人之后 陈森穿了一件林群生的衣服 掩盖身上的血迹 迅速逃离了现场 并且离开学校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他离开陆丰去了外地 可是他的血迹却流在了作案现场 成了他无法逃脱的铁证 不过让人想不通的是 当初警方已经对学校的学生进行了排查 为什么没有发现陈森呢 警方介绍说 由于当时学校的管理很混乱 部分学生的花名册丢失了 而且陈森属于超编生 这些学生在学校名单不全 还经常出现退学打工 或者突然不来上课的情况 学生的流动性很大 成森这个人也比较算聪明的一个人 但是呢也很情绪很不稳定 是一种波动型的 他容易呢走极端 就是说有一种像激情状态下的一种杀人 至此这起发生在七年前的案子 终于大败于天下了 警方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而林群生背负了七年的杀期罪名 也彻底的放下了 我第一件事我就跑下去告诉他 到盆墙去跟他说 凶手抓到了 立刻安息了 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案子 七年的时间 最后能够把所有的流言蜚语 全部平息下去 DNA技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刑事案件侦查当中科技含量的提高 我们相信刑事案件在案件侦破的比例上 在打击犯罪的能力上一定会大幅度的提高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杜州警官参与现场讨论 明天统一时间 精神做法再见